川工作已经展开 北区第二巡防区举办了扩大威力扫荡 结合了岸巡第二总队 腰山大队及基隆台北茶器队 海巡队 加强岸边和渔港的安全 春节期间 扩大威力扫荡四次大会 今天我们讲我们基隆海巡队 队部码头 实施四次大会 重点期间 我们会加强 海上以及岸季勤务 救生救难 茶器走私偷渡等重点的工作 维护国人在过年期间 能过个好年 因应春节假期来临 茶器走私 渔船越界捕鱼都是重点工作 海巡署大动作的宣示 要给民众安心过好年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